佛光山 台南的南台别院 安乐富有经论讲座 日前是特别邀请到佛光山住持 新宝和尚 以禅师济语为主题来进行开讲 如同日光 可以骗照三界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心中的智慧 可以照破无名烦恼 千临暗示一灯极民 并因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 引用大量禅师济语 剖析历代禅宗大师 在修行当中所得到的体悟 用深入浅出方式 带领现场三百多位听众 参透人生中的苦空无常 感觉到我们宝和尚的禅风 我们佛光山大师的禅风 在这块解脱道上面 是无死无虚 不生不灭 而且若积可循 只要我们有信心 向道 可以得到究竟解脱 透过我们禅师的 祭语的提醒 其实讲的都是什么 讲的就是要唤起我们 本自具足的佛性 站在历代禅宗大师肩膀上 学习如何修行 找到本自具足佛性 佛光山台南南台北院 安乐富有经论讲座 找来佛光山 助持新宝和尚开讲 鼓励大家 历领目标之后 运用佛法智慧 让自己持续往前迈进 才能抵达 身心自在境界 另一位是台北台南 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